欢迎来到功夫者,我是王教练 今天跟大家介绍解剖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是人体的拔大系统 分别是运动系统、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、循环系统、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 这些系统协调配合,使人体内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能够正常进行 其中运动系统是健身和习物的人最常关注的系统 它由骨、关节和肌肉组成 约占成人体重的60% 全身个骨借关节相连形成骨骼 其支持体重、保护内脏和维持人体基本形态的作用 骨和关节是运动的被动部分 骨骼肌附着于骨是运动的主动部分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人体解剖学的术语 定位的基本术语有基本面、基本轴 方位的解剖术语有前方、后方、上方、下方、浅层、深层、近端、远端、内侧、外侧 人体的标准解剖体位是这样的 身体直立 面向前 两眼平视前方 两足足尖向前 上肢下垂于躯干的两侧 掌心向前 好 接下来是解剖切面 一共有三个 湿状面、灌状面和水平面 湿状面将人体分为左右两半 灌状面又称额状面 是沿身体左右镜所做的 与水平面垂直的面 水平面很好理解 是横切直立人体与地面平行的面 称水平面 湿状面是在前后发生关系的面 灌状面是左右发生关系的面 水平面是旋转类的动作发生的面 好 下一个是人体运动的基本轴 湿状轴 通过关节中心的前后方向的轴 与水平面平行 它是在灌状面发生运动 灌状轴 通过关节中心的左右方向的轴 与水平面平行 在湿状面运动 好 垂直轴 通过关节中心的上下方向的轴 与人体纵轴平行 它是一个旋转轴 在水平面运动 我们再来介绍人体的方位术语 靠近头部的为上方 靠近脚底为下方 靠近腹侧为前方 靠近背侧为后方 靠近身体正中为内侧 远离身体正中为外侧 四肢与躯干相连的部分称近端 四肢远离与躯干相连部分为远端 靠近皮肤的为浅层 远离皮肤的为深层 上肢的前面是长侧面 上肢的后面为背面 前臂的内侧也就是耻骨侧 前臂的外侧是绕骨侧 小腿的内侧为静侧 小腿的外侧为翡侧 好 这节课讲到的基本术语 是解剖学里经常用到的 那么多看几遍视频 相信你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有点不picious 有点不愿意 你用脱子的内侧 零 西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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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村